我研究过啊 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让他不要成为 这个家里唯一的孩子 再要一个 彼此之间呢 无形地形成一种竞争 他就不会视肿而骄 为所欲为 还对着他爸 哇啦哇啦叫 再生一个我扛不住的 你比人家差哪儿啊 人家能生 你为什么不能生啊 那从前不都是 生两三个孩子吗 是吧 我 我妈 生了我们家三个呢 最后都考上了大学 我妈多高兴啊 你只要生了 在现在这个年代 我给你找最好的产科医生 我给你定 最好的月子中心 是吧 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养一个孩子跟两个孩子 其实是差不多了 再有一个 你也不用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欣悦身上了 这样对欣悦不公平 爷 欣悦他自己也说了 他还想再要个妹妹呀 当然了 要能有个弟弟就更好了 全都不公平